暗暗的天空 變幻的浮雲 莫名卻又落下了雨滴 心裡的風雨 也無處逃避 你躲在屋簷底 在嘆息 慢慢的長路 重重的背負 容不得你想停下腳步 心也疲倦了 只能堅持向前啊 期盼著有個人 來著雨 就在某一天 發現 付出的從前 後悔了今天 幸福的時光 就在某一天 看見 你美麗的臉 是世界最美 永恆的 預言 我會想去追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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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能追求你 我看过文件 根本就没有这部戏 到底什么原因 如果按现在这样的情况 拍摄时间又得往后推了 李总 你应该了解一下 有哪个剧组 那是立项以后才开机的 我在影视圈干了十几年了 那好多戏都是边拍边等 甚至有的戏拍完了 那立项才下来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等着立项以后才开机 那 这不是耽误时间吗 虽然我是外行 但是我知道 广电总局明确规定过 如果没有拍摄许可证 是不可以开机的 你这么做都是违亏操作 我作为投资方 为什么要明吃顾饭呢 还有特别不明白 立项就那么难吗 那么复杂吗 到底什么原因啊 前段时间我问过你好几次 你总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陈文不是亲自也做过调研吗 他不是也是跟明星接触过吗 我没有搞定导演和领先 他不是也没有搞定 所以这责任不能全怪我吧 您是什么意思啊 您觉得陈文这么做有问题吗 我是这个戏的制片人啊 有合同在啊 您既然聘请了我 那就应该相信我 就不应该再和影视圈的 任何人接触 否则的话 那就是对我的不信任 不尊重 作为投资方 我有知情权 我做市场调研 是为了规避风险 这是理所应当的 杨老师 有一点啊 我得提醒你 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虽然你是制片人 你可以在你的职权范围内 行使你的权利 但你心里得搞清楚 谁是东家 谁是伙计 对不起啊 我这刚才有点冲动 说话有点不太礼貌了 但是我的主观愿望 那是想着这个事情好 只是说预期效果呢 是稍微慢了一点 我以后会马上赶上去的 那至于陈文 我当然愿意 让他从局外人 变成局内人了 我不是怕他上当受骗吗 这个仰视圈啊虽然笑 但是麻雀虽笑 它是五脏俱传 你们这什么 行 行 行 废话不多说了 我只想知道 这两项工作 什么时候能完成 保守的说吧 六月底之前 行 这就是我想听的 就定在六月底之前 谢谢 喂 杜明 情况怎么样 你讲话方便吗 你说 我就是跟你打个招呼 我回来了 那倩倩呢 她还是不回来 不过啊 现在雨过天晴 这几天啊 她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我想她再住一段时间 以后再想办法 我跟你说啊 她现在怀着你的孩子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跑都来不及 哥 这个我知道 可我怎么劝的她就是不听 我也没办法啊 确实很麻烦 那这样吧 你呀 请打个电话 每天多打几个 要及时要见她的情况 再一个呢 没事啊 往她多跑跑 你是她的丈夫 要多关心她 尽到丈夫该尽的责任 听见没有 哥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努力的 这不是努力 是必须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还忙着呢 回头再聊 车量越来越多啊 这财务管理 还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 会越来越复杂 其实你们可以适当地 修改制度和管理方法 只要适应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就行 还有啊 要密切关注市场的前景 适当的时候 咱们可以加大投资 或者兼并收购一些小公司 到时候你拿出方案 咱们商量着吧 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事 当作最重要的事来办 有什么情况 我急着给你联络 行 倩倩最近身体怎么样 应该快到预产期了吧 现在可是关键时候啊 你要加倍对她好 我总觉得她一个人在外边 不是个办法 你得想办法把她接回来 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姐 你放心吧 我每天啊 都跟她保持联络呢 行吧 恭喜你啊 要当爸爸了 对 有什么消息啊 及时告诉我 行 那行 那你先忙 我走了 好了 姐 那你慢点啊 行 再见啊 我来 姐姐 我来 姐姐 喂 老公 你在哪儿呢 我肚子疼我好像要生了 不是 你有没有打个药铃啊 我在赵姨这儿呢 赵姨也不在家 他只往这儿赶呢 我刚给机车打电话了 他不往这儿过来 你赶紧过来吧 亲爱的 你千万别害怕 你坚强点 你忍着点 你知不知道 你让赵姨啊 先把你送到医院去好吗 你快点儿过来 我害怕 我疼死了 亲爱的 你坚强点 坚强点好吗 我一会儿就到医院 好吧 我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姐 你到哪儿了 怎么了 那个倩倩倩的要生了 那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掉头 十分钟就到 行 那我门口等你啊 你坐吧 你离开你 赵姨 签约怎么样的 生了吗 我还生呢 刚才医生出来 找病人家属签字 涉及到责任的问题 我哪敢签呀 大夫呢 大夫还在里面呢 你别急 大夫肯定在找你的 是啊 你看 大夫 你家庭告了吗 是我 是不是是我 大夫 我老婆怎么样了 你老婆现在状况非常不好 跟我去办公室一趟 有事商量 大夫 怎么了 你还愣着干吗 赶紧去啊 我姓刘 是这次负责给你爱人接生的大夫 是啊 现在有一个情况呢 刚才通过检查 很难正常生产 那这怎么办 这会有危险吗 当然有危险了 这样的话孩子和大人的生命 都会有危险的 所以呢 现在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保证母子平安 行 那咱还等什么签字啊 签字之前我必须告诉你 在手术当中万一出现问题 需要二者选一的时候 那你选择哪位 我 包大人 那我们赶紧签一下马上手术 来 去 妈 我现在复诊医院呢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但你听后千万别着急啊 怎么了 是不是现前有什么问题啊 现前现在难传 可能会有危险 正在手术呢 你们早之前都在干吗 为什么没有做检查呢 我现在马上过去 喂 那邓鸣呢 邓鸣在哪儿 妈 你别着急 千万别激动啊 有我跟邓鸣在这儿 您就不用过来了 有什么消息 我会继续通知您的 不行不行 万一有什么事情 那怎么办呢 这该不得邓鸣 我不会饶了他的 快 邓鸣 我求求你 一定要把我母子拼了 求求你 我求求你 大明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相信大夫一定会尽全力 你 倩倩和孩子 肯定会平安无事的 来了 恭喜你啊 孩子生了 生了个儿子 手术非常顺利 你爱人的情况还不错 孩子七斤三两 母子平安 好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孩子啊 太是不容易了 他差点要了你爱人的命 大夫 我谢谢你 又你这是干嘛呀 他起来 你走 这是我的人家做的 谢谢大夫啊 好 辛苦啊 我当爸爸了 我当爸爸了 你当爸爸了 我当爸爸了 以后对倩倩好点啊 是啊 太好了 能不能快一点啊 你说这倩倩这孩子 咋真的酱了 怎么让回家也不回 你看 出事了吧 这老天爷对他的惩罚 报应 这孩子傻 放着好日子不过 老妃找罪手啊 这孩子 从小到大 就让人操心 现在连生个孩子 都让人着急 这回他要是把孩子 平安生下来 我铁了心了 我再也不管他的事了 行了吧 兰兰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也就嘴上说说 你这人啊 给点阳光就灿烂 你不信 到时候啊 看你啊 你还管不管 要当姥姥你还不乐得 屁颠屁颠的 找不着匪 不信 咱们就齐力看上本走着瞧 你说的还真对啊 真是这么个理儿 你说孩子生出来 是不是得有人带呀 谁带呀 小邓他家没人 孤儿 那不你带谁带呀 蓝蓝 你想躲清静啊 我看没门了 小家玩就算套上了 有个思想准备吧 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个问题呢 不过我觉得 就应该让他自己带孩子 这样他才可以了解 当妈的辛苦 看他以后 可不可以懂事一些 妈 我觉得呀 你这个话 也别说得这么绝 孩子可是无辜的 我觉得这么艰巨的任务 非你莫属 这历史责任啊 你是想躲 我看也躲不过 觉得还行吗 还行吗 赵姨 您看您也累了一晚上啊 要不然您先回去休息 时间不早了 您请赵姨去吃个饭吧 我差点也忘了 姐 那我一会儿 给你和倩倩打包回来 不用了 我这回有点事先回趟家 你们两个辛苦点 好好照顾倩倩 倩倩好好休息啊 赵姨 我送您吧 不用客气 一会儿我还过来 休息啊 赵姨您慢点啊 对 有点好房间啊 天外好像说是 姐 我们来了 来了 怎么样 还挺快的 顺利 倩倩怎么样了 孩子生了吗 男孩女孩啊 是个男孩 七斤三两 特别健康 太厉害了你 孩子在哪儿 我想看看 知道你们要过来 我让护士一会儿抱进来 看你妈着急这样 刚才在前面说什么来着 说你这不管 那都不搞的 说话不算是 我爱你 还是你看得准 大家快坐吧 快坐吧 坐吧坐吧 坐吧 坐吧 七斤三两 赶上他去 你咱姥姥姥了 你看你这刀姥姥了 好快 孩子来了 快看 睡醒了 睡醒了 真好看呀 瞧瞧呀 这个儿挺大的啊 还挺胖的 练形长得像不像小灯 这眼睛像倩倩 洗手脸的有点老 真帅呀这孩子 将来长大了 我希望你又帅又懂事 可别向你骂了 不找一带 姥姥在哪儿呀 老说我 邓铭啊 这将来孩子谁哄啊 妈 我们还没想呢 满月办不办啊 其实这个我们亲眼都不懂 您就开始问了 去去去 别甩那篇儿堂话 要我说不办了 您上次婚礼办的 乱七八糟的 弄得满城风雨的 完了这没过几个月吧 生孩子了 你叫人一算 这日子不够啊 您不嫌丢人哪 真的 让孩子听见不高兴 孩子快看看 不高兴了 受气了超不嘴角的 那个你看这孩子 还没起名呢 要不大家给起个名 起名是一门学问 得找个有学问的人 来好好取一个名才行啊 这还不容易吗 我们家有个县城的 大作家 文文来 给琢磨一个 行 我好好地想一想 算一算 没那么讲究 这名吧 就是个代号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 真的 最重要的就是人品好 人品不好 像啥都没有用 你说 这古今中外 有多少知名人士 名人哪 英雄豪杰呀 不见得名字起得好听 你看我说她是不是 你们想想 我跟国庆说实话 你说吧 好了 可以了 孩子还要报回程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啊 真好 生意大姐 好好休息啊 这燕山房地产公司 两个亿的注册资金 根本就没到位 这次我根本签不了 不是 我觉得 可能给她能行个方便 就行个方便呗 咱们坐 来 宋哥大 吴总 宋哥大您好您好您 吴总总 一黄几年没 没见 甚是想念了 说曹操曹操到 刚刚还跟德勤说到 你们的事儿 你就来了 是吧 多谢挂脸啊 来 请坐 好 坐坐坐坐 来 金主房会长啊 那个 对对 宋会长 给你介绍啊 这位是刘富 燕山集团的副总 也是我们即将成立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你好 宋科长好 王 王副科长 别听我吧 好 来 请坐 好好好 我尝尝宋科长这茶 我们这政府机关清水盐 没能什么好茶啊 胡总 别见笑啊 宋科长真能开玩笑 你这茶肯定差不了 回 回甘不 不错啊 我还没说啊 宋科长 今天我来主要是 给你备了一份玻璃 这可是好东西 市场上买不到 好 您看看这个 这是杜若飞先生 亲笔所画的 我知道宋科长舒马 特意请他给您画了一副 请笑纳 胡总 这么贵这东西 我肯定不能收 乱七 这也没花什么钱 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啊 收下 胡总 你的好意呢 我心里干了 晃了 我帮您卷起来 非常感谢 对 宋科长我都带来了 再拿回去 这多不好看哪 谢谢 胡总 九点钟我还有个会 咱们言归正传 谈正事好吗 好 对对对 最近宋科啊 开会特别忙 然后您大老眼过来 得赶紧说正事 行 那又先谈正事 宋科长 不瞒您说 还是那个事 我们公司这个注册的事 还是请您高抬贵手 姥姥 您看 倩倩呀母子平安 一切都那么顺利 你们就放心吧 这儿啊有邓民照顾着 那要不你们就先走啊 好啊 称不离途功不离谱 小邓 你留在这儿就行了啊 我们大家走 没必要躲在这儿 好啊 我们再走 小邓 你脱离症 我得祝福你啊 缺什么少什么 该说就说 痛快点 我们什么都不缺老了 缺了说啊 当面 你说 听我说 从家里啊走得急 什么都没买 你看啊 你把这钱留下 你给倩倩买点营养品 我跟你说呀 她现在生了孩子了 你得好好照顾她 你知道吗 我呀 不用了 小邓 你结婚的时候 您给好多了 这儿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呢 我这是给倩倩的 你真是 不行不行 你是真的不用了 你不用了 你看 你听我说 您的心意我们领了 这钱我不能要 不是 你这样 妈 妈 行了 都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客气 就别争了 对了 来 这钥匙给你 这样能方便些 有什么事 有什么问题 及时给我打电话 倩倩 好好养着啊 改天我们再来看你 来 来 妈 那个 我 你怎么了 说话 我看我妈是个好意思 你说这么大个人 快坐下 人家让咱商量呢 说话吞吞吐吐的 快 吐快点说 倩倩她需要休息 我想 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照顾她 你们先回去好吗 好啊 谁没拦你啊 你这么大个人说话 吞吞吐吐的 你可太有意思了 这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倩倩 我跟你说 好 好了 好了 你妈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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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你们去哪儿 去唱歌去 你去吗 不去了 我有事儿 再见啊 拜拜啊 喂 当朋友 怎么样 生了 太好了 男孩女孩 男孩儿 母子平安 你就放心吧 哥 我回家 我请你喝喜酒啊 太好了 我真替你高兴 恭喜你啊 这段时间呢 你就好好照顾倩倩的孩子 其他事儿 别多想啊 嗯 对了我跟你说啊 倩倩现在当妈了 你可以借机会 好好劝劝她 出院以后呢 带着孩子一块回家 两口子 不能老当牛囊之女啊 是不是 对孩子不好 嗯 我明白 行 跟你说了啊 回头再找你啊 拜拜 你上口还疼吗 有点疼 麻药劲儿一过了 就开始疼了 没事 不过还是要注意 不能发炎啊 过几天就会好了 妈 这生孩子怎么那么疼啊 都不想再生了 要了命啊 做女人啊 一辈子都不容易 生儿育女 才能体会母亲的痛苦和滋味 才能有当妈的体会 你 倩倩 赵姨 来啦 她是我的房屋赵阿姨 对我可好 来 赵姨 好 我给倩倩啊 买了一只柴鸡 据说柴鸡 营养价值特别地高 想倩倩补补补 我想觉得你很眼熟 你是 我叫赵羽 我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 也觉得你特别面熟 赵羽 你是赵羽 这多少年了 我是陈岚 我是兰岚 兰岚 兰岚 是你啊 三十多年了 是啊 你这变化也挺大的 不过这仔细端详 还没看得出来 是吗 不过 你和倩倩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三闺女 是你闺女啊 赵姨坐着坐着 跟我们好好聊聊 好好好 来 你也坐 妈呀 你和赵阿姨怎么会认识呢 这也太巧了吧 都多少年的事了 那个时候我和你赵姨啊 坐在同一辆火车 到黑龙江插队 并且在一个锅灶里 吃了许多年的饭 是啊 你现在怎么样 看起来过得还不错呢 我的情况啊 倩倩知道 目前无论就我一个人 我老伴呢 是咱们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 谁呀 说起来你很熟悉 姜克 姜克 我记得呀 她不是一直当兵呢 是 结婚以后啊 我就随军了 后来转业就回平谷了 但是去年她因病 已经去世了 我女儿已经结婚了 小两口啊 在市里工作 市里啊有房 平时不回来 你单位怎么样 平时忙不忙 我在企业 提前退休了 平时假年 呆着没事呢 这么听起来 我们的情况很相似 怎么 这墙子不是挺好的吗 难道她也 走了 这些年 我也过得很累 很难 所以以前的老同事 基本上我都不联系了呀 太可惜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你说当年她多帅啊 还会吹笛子 为人热情 是一个贴心的人 当时啊 我们那些人都很羡慕你 真的 真没想到 她怎么走得那么早啊 是啊 她为人仗义 心眼而好 所以那个时候 我才会死心塌地跟着她 兰兰对不起 又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没事没事 我现在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渐渐是我的三闺女 这么多孩子啊 难怪你这么累 能理解 不不不 现在孩子都大了 日子好过很多了 不比以前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兰兰 你别走 我家里有地方住 你说咱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一定得好好聊聊 到家里啊 一起包饺子 咱们一起吃 好好好 行 没问题 这回终于见到了 太高兴了 好 好 就是这个倩倩 她年纪轻 不懂事 她住你那儿的时候 肯定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吧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以后倩倩的事 就交给我了 我一定把她当成亲闺女 好吗 谢了啊 今天真是 太高兴了 赵爷 爸 好 好 邓铭 你快来 快来 快来 这是赵姨 叫赵姨 快叫 我跟赵姨早就认识了 不 小邓 你错了 你不知道我和你妈的关系 我们认识三十年了 她是我知青队的老同学 真的啊 是 谢谢啊 你看你多幸福啊 你看赵姨跟妈还是老同学呢 你看 多幸福啊 妈 阿姨 来 坐坐坐 快坐 坐 坐 一会儿我请你们吃饭吧 好不好 客气 客气 来了 孩子哭了 我来我来 怎么了 怎么哭了 没事没事 喝水啊 来 我们喝一点水 来来来 喝点水 怎么了 你不喝呀 来 看看你啊 哎哟 怎么这么烫啊 发烧了 赵姨 她已经发烧了 我带她去医院 我看看 哎哟 是发烧 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还要做饭 你忙 我自个儿睡就行了 不行 别客气 咱们给孩子看病了解 你一个人抱着孩子 又要去取药 又要交费 这楼上楼下的好多不容易啊 来 我陪你去 你包给我 来 走 这姐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孩子都生病了 她也不管 好 好 她 Isla 一起去 sponsor 我 给你 费 给你 喂 什么事啊 倩倩啊 你在哪儿 你赶快来医院胡子生病了 胡子病了 怎么搞的呀 你看看你 连孩子都看不好 真是越有越不中用了你 在哪个医院呀 我们现在在平补医院 他现在发高烧 你赶快过来 行了 行了 一天啰哩啰嗦的 好了 我马上过来啊 这孩子 讨厌一天不够你闹腾的呢 把体温器给我 这孩子扁调体发炎了 高烧四十度 先打着退烧针吧 如果效果不行的话 就得住院输液了 可是这孩子这么小 能输液吗 先打一针看看吧 如果高烧不退的话 就有危险了 先去取药吧 好 我去取药 赵姐 我包里有钱 我这儿有 以后再说 麻烦你了啊 这孩子父母呢 没来呀 他爸爸上班 妈妈不在家 这孩子病了 当爹妈的 这么不负责任 我跟你说呀 这儿孙子有儿孙福 你不能给他们 当牛做妈 那小姐现在的父母啊 都给他们养宠物似的 什么都不干 你给他们看孩子 这个责任重大 就万一孩子 就摔坏了怎么办呀 你回去得批评批评她呢 可不能大意了 是 是 老经理 我 邓明 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你们公司啊 规模小 如果管理跟不上去的话 现在是不是出现 一些问题啊 如果你要答应我的条件呢 咱们可以面谈 总之啊 我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这么多年 我得为人你去了解的 你的意思我明白 让我考虑一下 毛经理 我去接个电话啊 您稍等 好 喂 妈 怎么了 肚子发烧 现在在输液 医生让住院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快过来吧 欠欠她 收到她我就生气 我打给她 她心我啰嗦 还挂我电话 妈 你别生气 你也别着急 我现在就回去啊 好嘞 毛哥 那个 对不起 我留点急事 我得先出去一下 这样 三天之内 我给你电话行吗 那好 先这样 好 再见啊 这个杨怀人 简直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是一个滚刀肉 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生气啊 我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你说她什么意思呀 电话也不沟通 也不见面商量 那这戏到底还拍不拍了 可是上次见面的时候 她不是答应得好好的 她一定会抓紧时间的吗 我看她是光说不练 剧组的临时账户办好了吗 办了 我让会计也把账户开了 而且还把整个拍摄资金 都打过去了 那这么看来 她就是存心较劲 抵触情绪不小啊 我也觉得这里面问题 挺严重的 她好像在做什么文章 不行 原则问题是绝对不能让步 比如说电视剧版权 制作权 发行权 一向都不能撒手 我们现在呀 得赶紧变被动为主动 摆脱这种被动的处境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首先请一个得力的制片主任 然后就成立筹备组 可是这个开机的时间 我不想确立下来 想等立项报批下来以后 把主要演员和导演定下来 再确定开机时间 可是你没有考虑过 等到演员签好了 资金支出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可是没有制片人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赶鸭子上架 我来全权处理 好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文文 我支持你 我就不相信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好 兰兰 喝个水吧 兰兰 你也别着急了 倩倩个性强啊 懂事吧 现在是大孩子看着小孩子 你着急上火也没用 喝点水吧 有什么可气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不好意思 总是麻烦你 没有 没有 妈 赵宇 孩子 孩子睡了 半个小时前 发了很多汗 现在退烧了 这孩子这么小 经不起折腾的 如果没有好好照顾 早晚会出事的 倩倩个怎么回事 我回去我一定说的 妈 赵宇 要是孩子没你们照顾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看啊 这还真是个难题 你妈也很着急 你说回家吧 倩倩不同意 留下吧 孩子又太小 交给我来管 不是不可以 可我担心啊 孩子这么小 万一一生个病有个事 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二来呢 倩倩脾气大 这关系有点不好处 我怕将来弄不好 对我有意见 妈 我还是那个意见 虎子跟倩倩必须回家去住 可是妈 你只要倩那脾气 我管她她也不听 我根本管不了她 这事有不了她 你说你们都结了婚 有了孩子了 还分居两地 这叫什么事啊 再说了 她既不好好工作 又不跟好好照顾孩子 成天这样子混日子 这像什么话呀 喂 作业做完了吗 不能叹玩 小弟哪儿敢呢 你告诉燕子 我和大姐把课程调整一下 今天晚上呀 由我来给你讲课 知道了 放心吧 你再借我一点 我都不敢偷懒 再说这有燕子监督呢 是不是 行了 别耍平嘴了 晚上想吃什么呀 我请课 给你们带过去 那我问问燕子啊 燕子 今天晚上二姐讲课 能吃什么 那随便 哪有买随便的呀 炸鸡 然后披萨汉堡 你愿意吃哪个 都行都行 你定啊 二姐呀 这个燕子说了 吃炸鸡 汉堡 披萨 反正你看着办吧 调皮鬼 哪是燕子想吃呀 我看呀是你想吃 打着燕子的旗号 八号施令吧 好 晚上见 好 拜拜 晓晓 你现在已经不是 一个小姑娘了 你已经组建了家庭 咱们也有了孩子 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那么贪魔了好吗 孩子现在那么小 你得懂得关心 跟照顾他呀 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跑我这儿来教训我 什么都没跟我说 苦那么小 你不应该辛苦点吗 凭什么我辛苦呀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你也应该要辛苦一点 你要尽到责任 你倒好你知道躲清静 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 我这每天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 我成你们家的奴隶和保姆了 是不是啊 我也是人 我也要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间 行了 张欣 我今天必须批评你 你今天干嘛去了 你今天自己一个人 跑出去玩了一天 把孩子扔家里 发那么高的烧 你都不知道 这是没出什么问题 要出了问题呢 你后悔都来不及 虎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输业呢 你坐在这儿跟没事一样 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 你少说我啊 少指责我 他是你儿子 你心疼你伺候去啊 你不也在这儿坐着吗 你少记在里头挑骨头啊 你别管我翻脸不认人 你别给我放过啊 我这跟你讲道理呢 妈有高血压 在医院里看虎子呢 你就不能去关心关心他们吗 是 我不会关心人 我不理解人 你好 你什么都好行了吧 那你关心他们去啊 你关心过我吗 我是你老婆 你这些日子 除了给点钱以外 你还管过我什么呀 你喊什么喊 有完没完了 少共废话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跟孩子到底怎么着 我怎么知道怎么着啊 你不是心疼妈妈 心疼孩子 你全让我接走了 你疯了吧你 你怎么这么糊 怎么说你都不行是吧 我以后的事你少管啊 张欣 你太令我失望了 你愿意给生活费就给 你不愿意给的话 我自己去更新挣钱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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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静而已 että 郭老師 年紀磯 作詞 曲 李宗盛 有一片海 红尘滚滚 有一片海 从不徘徊 这片海 把时间浪暖 埋进心底 这片海 把春风花 羽绒进血脉 潮涨满天星光 潮落满地花开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点燃希望 把真情送来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装扮人生 躲在木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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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片海 奇迹整整 有一片海 未曾更改 这片海 把生活 沧桑 淡在街上 这片海 把阳光 雨露 洒满胸怀 啊 新年取在手中 追寻补 五律澎湃 啊 这片海 暖暖的海 写着光明 把美好彩摘 啊 这片海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绵长未来 啊 这片海暖暖的海 是这光明 把美好猜择 啊 这片海暖暖的海 拥抱幸福 绵长未来 啊 这片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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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